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來了當兵的第六週啦 就已經下部隊了 那反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發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吧 這一天呢 已經是最後一天回成功林這個營區了 那它有規定說 如果你計程車直接開到門口的話 你就會被拔牌 那我們就挑戰它 就直接開到營區門口 結果也沒有被拔牌 因為就是車上裡面 不是只有我們這個臉的人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所以有人說啊就直接開進去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計程車也就是直接開進去 那還好幸好沒有被拔牌 就順利闖關成功 那這一天打掃的時候遇到一個比較酷的就是 浴室裡面的水 就是那個水龍頭炸開來 所以那個水啊其實是爆炸牆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水柱 有點像是消防車嗎 就是那個超強水柱 然後就是往浴室的另外一邊噴 就是一個超強水柱這樣子 看起來真的很壯觀 看起來像是浴室裡出現瀑布的感覺 就是超強水 然後它就這樣子一直持續噴了幾乎一個小時 就軍中的效率就是超低啦 就是借個鑰匙要去樓頂關個水 所以就時間花很多 反正它就在那裡浪費水一個小時 我們班剛好有一個零食小天使 那剛好也跟我分到同一個部隊去 反正它零食袋真的是超多 它帶整大袋的背包全部塞滿零食 所以它就是一個零食拿完 大家分完吃完又有另外一個零食 就是永遠吃不完的零食啦 那25號這一天還是一樣 就是一直打掃一直打掃 那還好我們二班真的是可以一個偷懶的區域 就是一個收納空間 所以你可以在那裡面都摸西摸好像很認真 但是其實一事無成 根本沒有在打掃 就是都摸西摸假裝看起來有在打掃 但是實際上根本沒有在打掃 這是在軍中學到最大的東西 晚上的時候莫名其妙獲得一整大包的那種 分享包洋芋片 不知道是從哪裡生出來 聽說是班長給的 但是我就莫名其妙傳一傳 我就手上有一大包洋芋片 我就吃得很開心 反正那個晚上也是超爛的食物 超爛的晚餐 所以多點洋芋片就是 加菜 加菜 加片 最後一天睡覺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有人吵架 最後一天晚上還在那裡吵架 很好笑 就我旁邊的人 好像是他的棉被被丟到地上去 然後就是互相推 然後結果推到一個人上面 然後他剛好是睡上鋪 所以他們吵架 那個下鋪直接把上鋪的人 那個床墊直接拖到下面來 所以他就是連人帶著床鋪 直接像溜滑梯一樣 吵到下面來 各種瘋狂的事情 然後剛好因為太吵 所以我們所有一寢的人 就我們這一個寢室的人 全部都站在床前就定位 超智障的 然後在當兵你還可以學到一個很厲害的技能 就是如果有資源 你就給他狂拿的概念 就是如果有人在發什麼講義之類的 你就多拿幾份 因為他一定會多贏 然後或者是他在發一些什麼飲料啊 他在發飲料 我就拿超多 我拿四瓶 平常人只能拿兩瓶 我就贏了四瓶這樣子 反正他在發什麼東西 如果有多 你就給他多拿 管他你到底有沒有 就 就是 有資源為什麼不要 反正他們如果 沒有人拿 他也是放在那裡 可能就是 班長或銀長拿去 拿去喝之類的 班長銀長連長拿去喝 因為你不拿 就沒有人喝啊 就他們要去處理掉 反正就是 有資源就拿 我們波郊下部隊 就是每一個營區就會 派一台 派幾台遊覽車 然後就到我們城公里 來接人 就是你沒有辦法自行前往 第一次去就一定是遊覽車 載著大家一起去營區 所以有人要去那個 媽祖的話 也是媽祖那邊的人 帶著他們去媽祖 就 然後 去花蓮的話 也是花蓮的人 帶他們去花蓮 不是花蓮的人 花蓮派遊覽車 帶他們去花蓮 那我們那個584旅的遊覽車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就是等超久 他也不來 我們已經是最後第二個 部隊 下部隊 超智障 就是我們從七點 直接等到十點 在太陽下面 曬三個小時 太陽 而且沒有椅子 就是你坐在地板 根本就是烤香腸吧 反正至少順利搭上遊覽車 就順利抵達陰區 然後我們584旅 那一個營區呢 是旁邊有一個大營區 是主要的 那我們這一個營區 是在比較小的那一個 我們是保修簾 就是修理東西的一個簾 很神奇 反正我們抽的那個標籤 我們去那裡抽的這個標籤 我原本抽到66火箭彈兵 結果這個 根本沒有屁用 他只有 離你到底是哪一個 旅 哪一個旅 就你分配到那個旅 那個旅就會自己幫你分配到另外其他的 小小的連區 就是你那個抽的那個 根本沒屁用 就 我們就分到保修簾 就是修東西 修東修西的一個連 這個營區啊 就是很小很小 就是還不錯 就是你不用走超遠 像成功林一樣 那樣走超遠 因為我們隔壁那個營區 好像 就是比成功林小一點點 所以他們走到餐廳啊 或是走到什麼 呃 要去領槍之類的 他們要走超遠超遠 會聽說會找到迷路 那我們這個營區就是小小的 輕輕鬆鬆走 就可以去領槍 然後 輕輕鬆鬆走 就可以走到餐廳 然後重點是食物 終於 有味道了 就我們在成功林吃的 真的是 又少又難吃 根本就是狗食 那我們來到這個584旅 終於食物 稍微好吃的一點點 反正我們是584旅 那其他營區有的 像天堂有的像地獄 像是花蓮那邊的 聽說就很地獄 他們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月都要動拔 我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 他們就是整個月都被動拔 又遠又晚放假 真的是很衰 然後還有其他的營區 像是有營區真的是很爽 什麼販賣機裡面有飲 飲料還有冰淇淋 什麼東西 然後午餐 吃飯的時候 有飲料機 這個也很瞎趴 反正就 天堂也有地獄 然後我們就是會在那個 舊的新訓群組裡面 大家做分享 就還蠻有趣的 就有人在天堂 有人在地獄 那我們應該算是在中間吧 就是剛剛好 不太天堂也不太地獄 然後再繼續抱怨幾個 我列出來的問題 就是像是假日的回報 假日的回報也 我覺得有點亂 就是我們在營區裡面 它也沒有任何的說明 說明它只有說 你需要在早上跟晚上的 那幾個小時回報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回來 事情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需要在這個群組回報 那個群組也要回報 這個群組也要回報 然後你貼的東西又要 各種不一樣 然後你就是 回報 然後晚上 八點之後 到十點 你還要接電話 就有人會打電話 來問你說 你有沒有在家 或是怎樣 這是什麼奇怪的制度 你還要在那裡 等他接電話 超智障 就莫名其妙的 他 我已經回報了 但是他還要再打電話來 我就不能睡覺啊 我還要在那裡等他打電話 這個制度也超爛 這個五八十旅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這是每一天都會有嗎 還是 這個房查假是休假 通常來說 晚上差不多八點之後 就會有電話 所以每一天都有 對 OK OK 好 八點之後 除非你們是在營區啊 OK OK 就每天都會有打電話 是會固定是誰嗎 還是不一定 不會固定 不會固定 好 對 所以要注意一下那個大群組 大群組通常來說都會表記 可能是長官要求 那就是長官他這個制度 做得很爛 那下面的班長也只能 就是 好吧 我們就只能照做 爛報的制度 就在那裡回報 然後影響你的假期 我覺得這樣子 非常不好 然後重點是我們裡面 就是有一個群組 那你每一個 他們講的話 你都要很仔細去看 因為你 隨時被點到 你沒有做到 你就會出事情 所以你就要手機一直這樣子 很緊張就是要一直拿來看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像是我就是 可能手機都是放在背包裡或是口 就是不常拿出來使用 因為我是攝影師嘛 就相機都在手上 那你手機放在背包裡 你怎麼會可以 馬上就可以一直看訊息 然後他回一個訊息 你沒有回到 你就出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不妥 就是 要嘛他可以提早 可能在早上告訴你說 你是要幹什麼東西 那我可以提早去做 這樣我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就是 馬上打一個東西 你沒有回覆 你就出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超爛 在軍營裡面也是 就是你可能是打飯班 那你可能 早上你才 或是半夜 你才有這個訊息 你才知道你是打飯班 那你早上真的是 你可能遲到或是怎麼樣 你又會被點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很不好 你要一直把手機拿出來 這個制度真的是很智障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廁所 超臭 廁所是臭到 你一定要戴口罩進去 你不戴口罩進去 就是有點像 你走到化粪池一樣 就是你沒有辦法呼吸的概念 所以你就是戴著口罩 稍微可以減少一點傷害 就真的是超臭 感覺是沒有人在掃的感覺 看起來是整齊 就是又是表面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就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味道真的是超級超級濃 真的是 能避免上廁所 就會避免去上廁所的那種 這一天早上 就直接被士官長操好 像我們這一個裡面 這個營區裡面 就最 最會操人的 就是最最兇啊 最嚴格的 就是最會操人的 就是士官長 就只有他那一個人 大家都怕他 就是他的職位 權限都很高 所以他如果你讓他不開心 他就會 想辦法讓你 就是把你的東西 全部拿走這樣子 還蠻可怕 反正就是 在那裡莫名其妙 沒有啦 就是基本訓練 反正就是在那裡 理正 掃吸 然後旋轉 就這些東西 然後就在那裡用了 差不多50分鐘吧 就 然後我就在那一個早上 馬上就被登記了 因為我指甲太長了 就指甲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指甲太長 他就把我登記了 我的指甲如果簡稱 像他們要求這麼短 其實很容易受傷 因為我在拔一些東西啊 那個指甲就會 淤青 就是前面會有點掀起來 這樣子淤青 就指甲短就問題很多 反正他們要求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配合 就 巴蠟軍 接著我們就去打掃山洞 因為我們保修簾 其實就是 保修 因為他好像有1234級吧 12345級 各種不同的保修 反正最高等級的就是 可能是 拆解 車子的引擎啊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整個組裝回去 那最基本的保修 就叫做打掃環境 所以我們就只能做 那個最基本的保修 就是打掃一些廠房的環境啊 那個山洞的環境 那我們就去打掃那個 大的山洞 就是裡面可以停軍車啊 然後有一些物品啊 反正就是很大的山洞 裡面可以塞很多很多的東西 就還蠻酷的 就看到一些 幾個山洞這樣子 然後裡面裝一些很酷的東西 下午舉光課的時候 就一直在看車禍 就是因為有一個營區 就是開軍車壓死人 新聞鬧蠻大 然後所有的長官一直在講 所以就是 整個舉光課都在看車禍 告訴你怎麼避免車禍 不管是人撞你 你就是誰 因為你是軍人 別人撞你 然後他自己撞死的 軍人就是會出事情 就是 你有很多很多的東西要走 然後你還會被降級啊 還是怎樣 然後又扣薪水 反正就是那個 開軍車的那個人 衰到爆 下午是社團時間 那我選了一個羽毛球社 就是運動時間啦 那我們就去打羽毛球 然後還蠻開心的 就是你可以在室內 因為羽毛球啊 外面風很大 我們是在新竹 風很大 所以一定要在室內 就室內有冷氣 然後又 開心輕鬆打 還蠻讚的 晚上有長官要求 那個輔導長 需要打電話給家長 跟他說 喔 你的孩子啊 在這裡 活得很好 很乖 然後 一切順利 一切順利 這種垃圾電話 每一個人都這樣講 不管你到底乖 到底順不順利 到底你怎麼樣 他都跟你說 喔 我們在這邊都很順利喔 就是這種垃圾電話 到底打這個電話 幹什麼 這一天呢 比較酷的就是我們去取槍 第一次取比較新的槍 因為我們新訓中心取的槍是 65K2 是比較舊 比較大的 比較重的槍 那我們這裡取的槍是T91吧 T91的槍 大致是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外觀啊 然後不知道材質 就是有變輕這樣子 所以整個就變小變輕 變得比較好拿 所以你一個人拿一把 拿兩把 拿三把 其實都還OK 而且重點是我們營區很小 走一走就很快就走到 所以 比較輕的槍就比較輕鬆啦 那我們剛進來就直接碰到樂會 那這一天就是在那裡樂會 樂會就是一個月開一次的會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有點像招會 學生的那種招會 就是一大堆人坐在那裡 整齊 然後上面有人在頒獎 然後在看一些影片之類的 那軍中真的是非常喜歡彩排 就是不管做什麼事情 很小的事情他都要彩排 就是一直準備一直準備 然後正式的時候 也沒有做得多好 反正就很無聊 樂會也要彩排 那這一種我們裡面的幹部 剛好都是在打靶 就是我們取槍就是他們要去打靶 那打完靶我們就要負責幫忙清一槍 那清一槍其實就越摸越熟 就是原本在星訓中心 你可能採一把槍 可能要五分鐘 才能拆開 全部拿出來 然後再組裝回去 可能要五分鐘 那我們這樣子 熟能生巧越用越快 然後變成我們這樣拆一把槍 就是可以邊走邊拆槍耶 就是完全 邊走邊拆槍 我們在取槍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邊走邊拆槍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檢查 然後再邊走邊組回去 就是整個是不同境界 可以邊走邊拆槍 反正我們就開心的坐在冷氣房裡面擦槍 然後差不多擦了四把槍吧 就是前面的管子就捅一捅 上面的管子也擦一擦 反正就是入滑把土擦掉 就這樣子 那這一天有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軍服拿回來 然後去縫這個中華民國陸軍 然後由我們的名字也要縫上去 還有我們的584旅的那個避障也要縫上去 就是要自己買自己去縫 真的很瞎 就是你要自己花你假日去花錢 課金 然後去處理這件事情 真的很爛 爛到炸開來 吃飯的時候其實還好 就是有一百多個人要去排隊去撐飯 這個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大問題是後面吃完飯 你要去洗盤子 只有兩個洗手台你可以洗 所以一百多個人 你要去兩個洗手台洗 你要排隊排到死翹翹 真的是 所以你就是盡可能要暴力吃 就是超快把食物吃完 要吃就是全部塞到嘴巴裡 然後還在咬 然後你就要趕快衝去洗盤子 你才不會等超久 不然就是一大排人在那裡洗盤子 真的超智障 我也覺得只有兩個洗手台還蠻智障的 就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是這樣子 只有兩個洗手台 可能平常沒有這麼多人 還好 但是我們現在忽然一百多個人 兩個洗手台真的是稍微有點不太夠 我們這一天就星期五了 所以我們就是開心的去打掃 打掃我覺得也還蠻智障的 就是他就是掃一掃 然後集中 然後結果時間到 我們就把所有東西 全部都又掃回草叢裡面 所以就是變成我們掃的東西 然後又再把它掃回草叢裡面 就根本有掃跟沒掃一樣 那個風一吹 全部東西就又跑出來 就智障掃地 就是做個形式 就是表面在做東西 但是其實根本沒有在做東西 這也就是軍人啦 我回家的時候就是坐火車 那火車在那裡只有區間車 就是小站 所以我們就坐區間車 然後重點是又沒有任何座位 剛好是那個學生的下課 還有大家的下班時間 所以車上就是全部都站滿人 我們就直接從新竹 站著區間車 一站一站一站 慢慢的到台北 真的是超累 所以剛剛有講那個 我們要縫東西 所以我們花了290塊 買了必張 然後還縫了東西 重點是他還不能當天取件 這一件事剛好我幸運 他說那個店員說我幸運 拿到這個有魔鬼沾的 所以就是買魔鬼沾的 再把它貼上去就好 那另外一件就比較不幸運 就是要縫名字啊 然後縫避章那些東西 就是要縫上去 那這樣子花290塊 真的很智障 當兵 然後你還要強迫大家去買東西 真的很爛 就是 不買不行欸 不買你就會被電 這是什麼鬼東西 你要這樣莫名其妙 花200多300塊 去那裡縫 這個兩個月就 要把它丟掉的東西真的是很爛 然後我還要隔天去取件 浪費我假日時間 真的我覺得不好 如果你這些東西 在軍營裡面可以做的 可能你可以發東西 至少必張發給我們吧 那麼東西發給我們 那你可以在軍營裡面 在當兵的時間處理 就是在裡面 可以縫 那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你叫我 自己要去買 然後你還要自己花你假日 去把這些東西處理完 我覺得這些東西真的是 很爛這個584旅不知道是怎樣 你明天叫我來拿 我不知道其他的旅 其他的營區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這個584旅就是 全部都要自己課金 自己花錢 大家都不太開心啦 反正就是 把這些問題點出來 OK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反正就希望 順利繼續當兵囉